香蕉富含糖類維生素礦物質 更有豐富的膳食纖維促進消化 以及甲禮子可以平衡體內電解質 除了量販店水果行消費者現在到早餐店 也可以享用到國產新鮮高品質的單根香蕉 這一個產地的香蕉除了過去 我們香蕉已經供應到這一個連鎖便利商店 當然超商也買得到 今天我們多了一家拉雅漢堡 450家門市要供應我們單根的香蕉 我們給他鼓勵一下 要促成這個合作實際上很不簡單 拉雅漢堡是國內連鎖的早餐店的一個品牌 加速也這麼多 大家知道早餐店比我們的便利超商還多 比我們的茶飲料店還多 因為早餐這個是最重要的一餐 我們一天活力的來源都要靠我們的早餐 我們感謝早餐店也能夠跟我們產地合作 這個要跟產地合作產地供應相交也要有加工的一個技術 所以我們這一個伊士吹公司 就是我們前日物流的集團 那前日物流它這一個 我知道是嘉義大零產 有最現代化的香蕉的一個催熟的一個技術 那加上你們在國內相當強大的這一個 物流配送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從生產到加工到物流配送 最後感謝拉雅的一個通路的支持 讓我們這一個香蕉可以 從這一個產地到餐桌能夠來供應給我們國內的一個消費者 農糧署持續生耕農產導入主流消費市場 計量販超市超商的連鎖通路 在早餐店450門市供應國產香蕉 自從這個108年農糧署輔導 這個成立香蕉產業策略聯盟以來 其實這個策略聯盟是一直在持續的壯大 我們今天的成員裡面 包括各位可以看到如記食品 是供應我們Seven還有全聯 一個非常大的通路商 我們的義榮農產 就是我們余志榮董事長 他們提供好事多 以及有非常多的像Seven或者是全聯 永鑫以及我們的永鑫集團還有 我們的加登提供什麼 全家便利商店 我們的七三果菜合作社是我們全台灣 蘇日香蕉最重要的一個夥伴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我們香蕉策略聯盟有多麼的壯大 只要在國內外重要的通路 我們香蕉策略聯盟的成員 都提供了一個最堅強的後盾 就是說我們的青椒是不會中斷的 經過這次農糧署的媒合 我們的策略聯盟可以提供最優質的青椒 那經過這個全日物流的這個最優質的催熟技術 我們當然就可以提供了最優質的香蕉到這個拉雅漢堡店 那生鮮的東西 尤其我們可以想像它需要能夠入產 然後要進入到450間店 效期又非常的短 其實有非常多的困難必須要能夠克服 那所以這個過程中我也有大家所有的夥伴一起非常努力在細節上面 這麼長的旅程的所有細節上面 才有可能讓今天的事情真的成真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再來就是非常感謝農糧署還有生日聯盟的夥伴們 在路上給我們非常多的指導還有支持 那才可以從產地到品質到所有的風險控管都可以更完整的落實 然後也非常感謝我們的全市集團的陳董事長 在這些年在台灣的升遷供應鏈上面做了非常大力的投入 才有辦法讓我們現在很多的理念得以成真 得以發聲 最後也想要感謝就是烏龍礁的大推手陳韻然老師 那因為八年前是老師的努力 才讓這個世界看見台灣的烏龍礁 據說日本人是稱他回憶中昭和的味道 那現在讓未來我們台灣會有更多的消費者 可以在早餐的時候就可以吃到這樣子的幸福的美味喔 他不是說我們來賣明天就來賣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非常幸運的是我們有伊斯萃這麼這麼優秀的夥伴 我們從去年開始伊斯萃跟拉雅漢堡已經開始在做所有全台灣生菜的配送 所以我們拉雅漢堡全台灣450間店的所有店內在用的生鮮蔬菜番茄 全部就是伊斯萃跟全日物流這邊能夠提供的冷戀的沒有斷點的這個無毒的生菜 那既然這件事情一旦推成以後我就還開始想 吃了這麼多香蕉 然後各個通園賣得這麼好 有沒有辦法可以進一步的整合我們的上下游 並且幫助到從產地跟農民提供到我們的消費者手上 那從明天開始很興奮的宣布 全台灣450間的拉雅漢堡都可以買到就是我們現在台灣自己很驕傲 就是陳老師這邊推手推出來烏龍膠 我父親也是非常愛吃香蕉 我記得當伊斯萃這邊提供樣品的時候 哇他自己拿了一大把回家 我想說不行不行大家都要吃了你怎麼拿走 他說我要回家吃 他說他放了一個禮拜還是這麼好吃 我覺得這還是要歸功在於伊斯萃這邊非常努力的有辦法做到冷戀 以及這個日本進口的這個催熟的技術 我記得我那時候跟著團隊去在嘉義的這邊的那個倉儲去看 哇好大一間非常非常的先進 做得非常厲害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由我們拉雅漢堡來做一定可以成 農產署今年也輔導產銷班農民團體 農企業及通路業者等 整合組成香蕉產業策略聯盟 從生產加工到行銷推動產銷履歷溯源管理 錫選作業專業催熟技術以及低溫配送等產銷物流一貫化作業 讓國人可以享用到國產優質安全安心的香蕉喔 記者問句台北報導 明天開始在拉雅漢堡就能夠買到餐 避免 阿 感谢观看